零下一百度的寒冰,也阻挡不了德财婶吃肉的热情,即使是当着外人的面,德财叔也不嫌害臊,还和德财婶打情骂俏。 德财叔作为宠妻狂魔,对德财婶一向是有求必应,呵护备志,只因妻子爱吃肉。 德财婶便给家里窝棚前建造了一块九匙肉铃,用一串串的腊肉彻底征服了德财婶曾经机要不逊的心,德财婶负责柴肉油盐,德财婶只需要在家生儿育女吃吃喝喝,悠闲惬意的好生活,使德财婶想给生活找些乐趣,提出要跟德财婶一起进山狩猎,山顶上气温很低。 一,起初德财叔不忍心让妻子上来受罪,奈何架不住德财婶软磨硬泡,失笑性子。 德财婶一时小脾气,就让德财叔一点也没了脾气,这才夫妻双双结伴来。 德财叔每次狩猎时,都会和邻居一起结伴行。 在这种深山老林之中,独自外出风险太大,邻里间一同狩猎,一同享受狩猎的成果。 倒也能互相照应。 此时虽然已经是春末夏初,山顶之上却依然寒气逼人。 身旁的瀑布都已经结成厚厚的冰。 宛若一幅静止的画面,德财叔和邻居一起携带弓箭,圆壁而上,想碰碰运气。 德财神负责在家烧好热水,迎接他们的凯旋归来,真是同人不同命。 翠花每天在家拼尽全力,却只能换来勉强的生存。 德财神一家却可以变着花样,享受不同的生活,深厚的瀑布和枯黄的山坡,勾勒出一幅人间仙境。 请继续观看,翠花家每天都在吃草,德财神却顿顿都在吃肉。 晒干的腊肉串,德财神早已吃腻。 这次非要撒娇跟德财叔一起进山,他想要品尝猎猎物最新鲜的味道。 一起前来的孩子们,也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厚的冰层,自顾自地在冰雪上挽起滑板。 深厚的瀑布早已结成厚厚的冰川,可见这里气温很低,德财叔依然穿着他补下数十年的羽绒服,补来的猎物切割成串,悬挂在架子上。 这也真是硬了句古话,活得好不如嫁得好,原本就不缺肉的德财叔一家,只是一次又一次的锦上添花。 这些肉串要是能分给同村的翠花一些该有多好。 翠花家相比之下只能叫做生存,德财神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。 两口子你浓我浓,狼情惬意,在山坡上点上篝火,架上铁锅,虽然身上衣衫蓝绿,食物却极为富足。 曾经德财神看德财叔是咋看咋看咋不顺眼,现在却被德财叔占据了他整个内心,就连他那须黑的小脸,猥琐的笑容,现在看来也是格外耐看。 咋看咋帅,咋看咋顺眼。 一家人围坐在炉火旁,等待着即将到口的美食,享受着这轻松舒适的豪横生活,德财神感觉丈夫受累了。 所以今天自己亲自下厨,将各种调料一起用油煸炒出香味,大块的羊肉加入锅中大火翻炒,撒上半包咖喱粉和一把小茴香提色增香,最后撒上两把食盐。 倒入半锅清水,大火煮上五六七八十来分钟,即可出锅。 请继续观看,在尼泊尔这样贫穷的国度,有人天天在家吃草,有人却炖炖吃肉。 擅长狩猎的德财叔总是有他获取肉类的方法,一串串的羊肉昭示着一家人的富足,也显示了德财叔的过人的能力。 德财叔这个人特别宠老婆,只因他活了大半辈子,直到三十多岁才娶到老婆。 所以对年轻漂亮的德财沈,示弱珍宝有求必应,知道德财沈爱吃肉,他便想尽办法改行做了猎人。 德财沈倒也十分争气,过门虽然较晚,却并没有影响到传宗接代的速度。 三年生了俩,一口气生了五个娃,家中的日子也是红红火火蒸蒸日上,两口子更是甜甜蜜蜜,轻轻握握,一家人在寒冷的瀑布旁,穿着单薄破旧的衣衫,吃着鲜香美味的肉块,享受着生活的乐趣,体验着人生的价值。 德财沈对今天的狩猎活动也是相当满意,酒足饭饱后,德财书下山石,不小心脚下一滑,差点滑倒,却惹来德财沈哈哈大笑,嘲笑德财书年龄大了不中用了。 对于这一点德财书当然是万万不能接受的,要不是看摄影师在场,德财书甚至当场就要验证一下,幽默诙谐的德财书总是用他自己的方法,取悦他身旁的每一个人,想尽办法为一家人获取丰富的食物。 这是属于德财沈的幸福,也是德财书作为男人的担当,一家人过着纯粹自然,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般生活,这是否正是你所憧憬的美好未来呢? 感谢观看,谢谢关注,下期更精彩。